好 大家今天每早晨 我们开始来到记载 读到某个福音所描述 耶稣准备上十字架成就救赎的这件事情 如果我们仔细读这个四福音书的时候 你应该发现一个现象就是 耶稣成为人在世生活了三十多年的时间 但头过三十年四福音书 没有几张圣经讲这头三十年他做过什么 或者人生是怎样的 可能最多就是在《路加福音》有两张圣经的记载 如下他三十岁后出来传道 就是以后的经文 而在这么多的经文里面 如果你仔细计一计 马可 马太 马可 《路加 若幸》 《圣经福音书》 说到耶稣最后这一个礼拜的经文 差不多占了后面的经文的三分之一 就是说 头过三十年 圣经不是很多的记载 接着出来传道这三年多 圣经用了三分二的蝙蝠 四福音书记载 但最后一个星期 用了余下的三分之一 从这些记载的经文的那些章数的比例 你要看到其实四福音的作者 是开始将我们要带进去 不是只看到耶稣 他成为人 他来到传道 行神迹港道 这些都很重要 但最重要的是现在让他看到 这一位的人子 他来到这个世界 怎样为我们成就 完成这个救恩 这个礼拜的经文 是一段很重要的经文 因为占的蝙蝠非常的多 也是说耶稣基督 怎样来到要 走上去人生最后这个星期 以至復活后那四十日的路程 这个路程 这一段的路 十字架的道路 可以这么说 是为你和我 奠定了我们得着救赎 得到永恒生命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所以上个礼拜 陈世牧师讲到说 这个题目是什么 就是我们牧师很安慰 所以我可以重复讲一章也不怕的 你都不记得我上个礼拜讲过什么 陈世牧师讲的题目是什么 倒数开始了 这个倒数是指什么 就指耶稣基督一直 上十字架 成就救赎的 这个回头这个礼拜 所记载的事情 而这里 这次的经文 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 当然每个讲完都自己讲的 那段是很重要的 是不是 但除此之外 你发现这件经文的重要性是什么 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耶稣基督将一个几千年以来 犹太人的传统习惯过这个逾越节 过于月节的这个习俗 在耶稣的生命里面是最后一个如月节的晚餐 但是他开始一个新的第一次的主餐 在如节的晚餐的两个元素的那个无教饼和葡萄 拿出来 设立了一个直到今天几千年来 很小的教会都遵守的一个礼仪 就是圣餐 耶稣享用了人生最后一个如节的晚餐 他开始了他人生第一次的 又是最后一次的主餐 经文告诉我听什么 耶稣说我不再吃这个饼 我不再吃葡萄汁做到新的那个日子 所以耶稣来说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但在我们来说 他是延续不断的 在其他三个方向书 设立了一个圣餐的时候就告诉我们 在设立圣餐之后耶稣加一句说话 你们这样做 为的是纪念我 马克福音没有记载这句说话 我借用这三段的三个方向书的经文 成为今天的主题 原来耶稣这样做如水救恩 其中一个指向的目标就是说 你们这样做为的是纪念我 我们不只是停留在一个的 一个的礼仪 一个的礼仪 上面 有的弟兄姊妹有一种不准确的观念 有时候崇拜不一定每个礼拜要饭 但圣餐主日一定要饭 为什么 吃了那块饼 喝了那个葡萄汁 灵命就会突飞万进 爱主就会多些 我们不相信这种 这样的 这样的说法 在天主教里面就有一种类似这样的说法 但是我们不接受 不是那个 饼的本身的问题 不是那个 汁的问题 那个饼你随街买到 那个葡萄汁在街边都买到 就是我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教会用一些cheap cheap 而是说这些东西根本在外面是有得卖的 如果你只是觉得吃了一个饼 喝到这个汁就有功效呢 那你出街买一大包 回去吃一餐吃 就是说这些东西根本在外面是有得卖的 就是说在我们拿起这个饼这个杯的时候 我们重新看见我们整个人的生命的目标 这个重点是这位耶稣基督 如果不是他来救赎了我的生命 他成为一个愚自肥杀的羔羊 你和我没有法子坐在这个地方 你和我不会有这个新的生命 你和我不会在这个天路上面 让我继续向前走 所以当你拿起一个饼 拿起一个杯的时候 我突然原来是主 它是我生命的一切 我要来学习怎样纪念他 戴着纪念他的衣服 一直走每一天 这个才是这个圣参大宫的最终的含义 由于是这样 我们可以慢慢看得明白后来所记载 也都钉十字架 为我来复活的真正的含义 当我们来看 如何来到纪念主呢 在这段经文里面的引言里面 我将这段经文 其实马可的写作 在今次一路再读马可福音时 我发觉其实马可的写作 虽然是最短的一卷福音书 又是在教会历史里面说 是最早的一卷福音书 马可是听到彼得所说的 然后记续下来 但是马可记续下来的时候 它是很有一些的层次结构 它是有些经文 在摆放的过程里面 是有特别 如果你记得我以前说过 耶稣用五饼 喂饱五千人 以后来喂饱四千人 前后的经文 是两组对称的经文 这里是一样 在第十一章 你发觉到耶稣 马可记载就是 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记载 以及这里十四章 耶稣吩咐门徒预备预备预测的晚餐的记载 是类同的记载 结构类子的 怎么样 两年经文都说耶稣派了两个门徒 不是三个 两次都是说两个门徒 是不是同那两个我们不知道 但是就派两个门徒去 耶稣就说你们去 预备 入耶路撒冷的时候 怎么样 那里有一只 奴区 你去 解开 给我 这里就说 你要遇到一个人 拿着一个水瓶 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 因为这里的一个人是男性字 在当时的社会里面 男人很少拿着水瓶的 是女人 你看以前中东的图片 有很多女人很厉害的 头上顶顶着水瓶这样走 是不是 现在我们的姐妹退步了 是不是 不是 现在男人拿东西 我女人不用拿东西 他们这样上面大个 不知道什么 一瓶水 一个篮 整盆菜 放在上面 当时女人做这件事 很少男人 不过你进去 见到一个男的 拿着水瓶 那你就跟着他 那里就把奴区拿过来 拉过来 耶稣就骑着这个奴 进入耶稣撒冷 当他进入耶稣撒冷 那时候群众就说 和沙拉 和沙拉 奉主命来的 是应当清重的 他使得耶稣得着这个清重 得着这个赞美 如果你只是比较那段经文 11张经文 和路加方第二张经文 你更加吃惊 因为那里说 他进入耶稣撒冷的时候 路加方记载 他唱的是什么歌 和路加方第二章 耶稣降世的时候 天使所唱的歌 是一样的 至高之处 荣耀归于神 这里是讲着 耶稣入耶稣撒冷 整个群众的欢呼 是讲明着耶稣 现在完成着 神要去降世 所成就的那个计划 他出世后 天使唱了 他入耶稣撒冷 再唱一次 而这里 他是门徒为耶稣 按照耶稣的指示 来进行准备的时候 你看到什么事情 耶稣完成 耶稣完成 这个的 盛餐的切能 之前看见他得着清重 这里就说他要得着一个永恒的 记忆 这两个经文 类同的结构 都带给我们看 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 要成为被清重的主 要成为那位一直被我们纪念的主 这两个经文都告诉我们 当我们真的是纪念主的时候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什么 这里就告诉我们 这里就告诉我们 第十六节 门徒出海尽了成所预见的 正如耶稣所说的 在第十一章第六节同样这句说话 里同的说话 他们就看得好像耶稣所说的一样 原来他竟然告诉他们听一个很重要的事 就是我们要听耶稣基督的吩咐 当日他们要预备预计的颜值 预计的颜值 当犹太人很重要的 是一年里面最重要的节日 在离山月十四号那一天 他们一定要预备好 那只羊羔 要选好羊羔 送到祭司 到被祭司检验 愿愿毫无瑕疵 特别 接着要再杀这只羊羔 但留意这个事情 杀这羊羔的时候 那只羊的脚骨不可以咬断 因为将来耶稣基督十字架上 脚骨是没有被打尽的 这个羊羔是预表着耶稣基督 还要买其他 在这个形象上需要用的配料 那些苦菜 那些食物 无架饼 预备好了 然后还要预备一个地方 他就发觉这里圣经就说 耶稣分户门台 你预备几个人 跟他去 他说主人就带你 在预备整齐的房子里面 来到过这个预备节的晚餐 预备整齐了 因为在这个地方 他们要过上那段的时间 好几个小时的时间 因为《阳福音》 十三章到十七章 告诉他们听 十三章到十六章到十七章 告诉他们听 他们那里 对门徒有一个很长时间的讲论 马太马尔汉路加 没有记载过讲论 但是《阳汉福音》 很仔细地 将这几章的圣经 仔细记住了 在一个很长时间 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 最后对门徒的教育 那些门徒呢 就遵命地去 你发觉很宝贵的地方就是 这些门徒呢 没有问耶稣 耶稣吩咐他 他就告诉他 他就去了 对耶稣的吩咐 有一个绝对的信任 一方面是因为 之前十一章遇过 经历过耶稣的安排 你和我也不知道 超过我们想象的 你去到解奴区的时候 十一章 路加福音记住就说 当他解奴区的时候 那个奴区的主人就问他 你干嘛拖我的奴 奴仔 路加福音是主人问的 门徒的回答是什么 用回耶稣所教的那个暗号 主要用它 到路加福音 读到这里你很诧异的 那个奴区的原本是主人 来问谁 你干嘛要拿走他 他答我就是主要用它 那如果我是奴区的主人 我就主了 是不是 其实可能在 在进行耶稣的吩咐教导里面 有一些我们不能够想到的难题在那里 一些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情况在那里 但门徒很 你可以说很单纯 他就是耶稣这么说的 他就是做 对于耶稣所吩咐的 有绝对的信心 你进到城里面 有一个人 孔着瓶水 你就跟他去 去到他的家主 他的主人地方就问他 在哪里 为我以为夫子预备言识 那他就会指示你了 我们真的不知道 耶稣什么时候发了电子邮件 或者text message 给那个主人 你帮我预备 我一幕图会来问的 不知道 但是门徒也不知道 但是门徒就去了 当我们的生命 真的要去纪念主 以主为我们生命中心的时候 成为一个蓬勃的门徒 是一个绝对信服的话 这个就表现出来 就是主的说话这么说 我就愿意这么去做 明白吗 不是这么明白 不是完全明白 不过如果这个是主要说的话 是主的吩咐的话 我就愿意去 我就愿意去经历一下 究竟在神的话语后面 他那种安排 是点击一回的事情 到17节 到了晚上 就在离三月15号 大概是三月三岁月份的时间 就是正式预复 晚上因为猶太人六点钟以后 就算是第二天 所以他们是那天六点钟以前 预备了这个研制 在那个晚上 就在第二天正式可以预设的时候 圣经就说 耶稣和十二个门徒 特别很清楚那名十二个门徒 就去再吃饭的时候 耶稣就说 我实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中间有一个 跟我一起吃饭的人 要来出卖我了 这里是引用了 诗篇四十一篇第九节 诗篇四十一篇第九节 这样的说法 连我自己的朋友 我所倚靠的 吃过我饭的 他现在都要用脚来踢我 耶稣就借用了这次圣经 说到他现在跟我来吃饭的人 有一个人要用脚来踢我 有一个人要出卖我 那些门徒就很优秀 一个一个的问 是不是我 耶稣就对他们说 他是十二个门徒里面的一个 现在跟我一起把手 沾在盆子里面的 原来当时他们吃 乳子燕直的时候 他们就在中间有一个大的盘 里面就将那些酱汁 就放在里面 他们自己拿起一个无教饼 或者拿起那份肉 就在酱汁里点那些汁 来吃饭的 我上次去东非的时候 去庆亚的时候 就吃了一个叫做 Evokia的餐 那餐就是类似这样的 他来到那个 我们叫了 他拿来 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他叫那个侍者 你示范给我们应该怎么吃 他就是这样 整个盆子有一个很大的饼 那个饼也不是我们看到的面粉的饼 那些纤维很有趣的 小小像现在你沾在柜桶里面 防滑那些 一块块的那些东西 我最主要的那块 就是沾在底下 放些东西而已 原来不是 后来你把一盒盒的菜 蔬菜 豆 小小肉 放在中间 一堆堆 分开不同的 那就是撕起中间那块 这样的 箭桂桶那块饼 就是拿起来 跟那是完全一样的 不过你家里很快 你不要吃 那个是特别是餐馆煮的 那拿出来 那你真的就是这样拿出来 那每个就是这样拿来包里吃的 健不健康 为不卫生 各自各事算 但是就是这样 所以你个人都经验到 什么叫大家 把手一起伸到中间的盆子里面 沾些东西来吃 拿些东西来吃 就是这样 可能就是指到当时 他们就是 当耶稣拿的时候 犹大出卖了犹大 又一起点减 有些人应该说 其实不是一定点减 是碰住那个食物的盆子的边 没关系 都是指很清楚 很具体的 这里吃的耶稣就说 知如经上 知人子所说的 他固然要离世 但出卖人自己的人 该人有祸了 但愿他没有出生 他没有生下来就好了 一个真正纪念主 主意主为生命中心的人 他会听主的说法 第二方面 这个给我们看见就是 他会去检查自己的内心 当耶稣说 有人要出卖他了 我不知道你发不过 那种奇妙的事 为什么那些门徒 逐个问 主呀 是我妈 为什么呢 难道 自己现在不是出卖主 自己不知道的吗 你现在哪个准备出卖耶稣 有举手看看 你没有啊 还是你不知道 基本上 我都没有出卖耶稣 哎 牧师 我跟耶稣不是那么甜 哎 我爱他没有那么多 哎 我没有为耶稣拼全命 但是我都是跟耶稣的 我都是信耶稣的 是不是 我没有出卖耶稣 我没有想着要出卖耶稣的 就是理论上 我们应该这件事情 比较清楚的 是不是 但是为什么那些门徒 会在那里问 主呀 是我妈呢 会不会是可能 他们根本不明白 耶稣在说什么 耶稣你说 有人出卖你 耶稣我们十二个门徒 跟了你三年多 那哪里又出卖过你呢 最多就不是很听 你说的 最多你说的 我们不是很明白 不过不明白 那怎么办 我们私下问你 你说杀众的比喻 我们不明白 那我们私下问你 你对群众说 我们不明白 我私下问你 那你明白了 究竟耶稣的出卖 是什么意思呢 不是很明白 耶稣在说什么 所以基本上问一下 耶稣是否我呢 又或者就是 他们是否觉得 耶稣的出卖 是否就是指我们 预备的颜值呢 预备得不合你心水 达不到你的要求 不达标 是不是这样呢 我觉得都不是 如果我们仔细按照四卷福音书 比较这段经文的上下文 你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在这个预备的颜值的前后 闻徒发生了一件什么事 闻徒彼此增大 谁将来耶稣做皇帝的时候 谁坐在耶稣左边 谁坐在耶稣的右边 甚至怕自己说不定 找到妈妈出面 跟耶稣来说 耶稣是将来我的儿子 一个坐在你左边 一个坐在你右边 我看你的家族就霸了 是不是 原来当时门徒 正在彼此增大 所以有预方十三章的经文 耶稣要为门徒洗脚 因为进到个颜值的地方 当在街边下 当时不是穿皮鞋 穿着那些 好像跟我们拖鞋 整个 进到一个颜值的地方 应该有一个仆人 来洗干净了脚 要不然就满屋 就不是芬芳 但是在当时 进到这个颜值的时候 没有一个门徒 愿意为其他人洗脚 因为这个是奴隶才做 是仆人 是悲战的仆人才做 现在我们是门徒 大家这么高高带 为什么我要帮你做 为什么我要帮你洗脚 门徒的心才有增大 所以耶稣自己起身 脱在衣服 拆起腰带 逐个门徒洗脚 吓到门徒 主要你不可以 耶稣说我是夫子 上者帮你不洗脚 你不要给自己洗脚 是针对着 他们给自己 增大这件事情 如果你明白 这个背景的时候 当他们给自己 增大的时候 在争论 谁是最能力、最威力的时候 耶稣就有人出问我了 他就要问耶稣是不是我 为什么要问 我从耶稣的口里面 给你们这么多十亿个人知道 我没有出问耶稣 我就是最忠心跟从耶稣那个 你是不是讲心态 我似乎觉得这个心态是更加的明显 如果不是解释不了 为什么他们要问耶稣 每个轮流问 问到最后怎么样 犹大都问 主啊,是不是我 耶稣怎么说 这里没有记载 在其他方书就告诉我们 主就说 你说的事 照你所说的是 这个是一个很 很可怕的一个时刻 或者从你一个角度看 在这个时刻 当耶稣告诉众门徒听 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出问我 他首先没有点名 希望当事人 做什么 灰改 给最后一个灰改的机会 到这个犹大问了 耶稣再清楚地说 就是你 你现在和我一起 点击这些汁 就是你 所以可能当时的情况就是 当耶稣点击这汁说的时候 犹大又伸的手来 主啊,是不是我呢 祂说就是 这个是给他一个灰改的机会 这件事来说 对耶稣的内心里面 如果你读这件经文 你置身其中的时候 你发觉耶稣是很痛苦的一个心情 他说人子固然要去世 不过 这一个人 他可能没有出世 就是耶稣的十字架 不是一定要犹大出卖他的 他成就这个救赎 不是一定 根本那些犹太人 根本就要捉耶稣的 只不过当时过去怕影响 群众影响出卖 但是过完之后就捉了 是不是 他们一样要指耶稣死地的 不用犹大来出卖 所以很多年前 当我们还年轻的时候 不是有一套很出名的电影 叫做《万世巨星》 Jesus Christ Superstar 有谁看过那个年代 好像是我读中学那个年代 这个电影讲什么 这个电影就是为犹大来平凡 为犹大其实逼不得已 他不知道其实是在自己 牺牲自己 为了使耶稣写十字架 完成救赎 我牺牲我自己 等我出卖他 真的我多伟大 如果不是我出卖耶稣 你们没有一个可以得救 这样的道理 不是我们圣经所教导的道理 我们相信就算没有犹大出卖 耶稣仍然会按照神的永恒的计划 救赎的计划 完成救赎 但是这里我们永远看到一件事 耶稣给他一个悔悦的经验 主啊 事可买 是一个提醒我们 当跟从主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常常在主的桌前 来检查 检视我们跟从主的心 犹大的失败就是 不是因为他有个意念要出卖耶稣 甚至不是因为他出卖了耶稣 犹大的失败就是 他出卖了之后他没有悔改 我们常常都说 犹大的出卖主和彼得的否认主 在理论上是同一等的罪 都是不承认主 都是否定主 都是出卖主 彼得能够回转 继续为神的国度奔走 是因为他愿意真心的悔改 都是听到耶稣的提示 你鸡叫二仙你要三次不认我 他听到鸡一叫的时候 他记得耶稣的说话 他立刻出去痛哭悔改 在我们跟从主的路上面 你和我 我都相信是 当然我不想连累你 不过总是有我们离开主的事 我们有失败的时间 我们有软弱的时间 弟兄姐妹 这个失败软弱不是一个借口 令我们不跟随耶稣 反而是让我们赶快到耶稣面 把握仍然有负果的机会 犹太的失败问题在哪里呢 我们发现到就是 他可能是让那些犯罪的意念 继续在内心里面 来资生来培养繁殖出来 在实际上 10到11次之前的经文来说什么 就是玛利亚献香高的事件 但是玛利亚献香高之后 其他方向书刚才告诉我们 某方向书就说 门徒心里说 这句香高值三十两银子 但其他方向书讲得很清楚 是犹大说的这句话 一是管理战裁 而且常常在田囊里面偷钱 所以他很清楚市场价格 究竟现在一平香高买多少钱 他很清楚 一口就说三十两银子 一个人一年的人工 他说得出来 但是当他这样说的时候 当他这样说的时候 当时他会这样说这句话 心里想这句话是什么 就是觉得耶稣你应该责给这个女人 就是不要浪费她 你哪有茶香膏茶香水 整瓶倒下去 今早我们有姐妹 要塗个小小香水才来的 对不对 你怎样塗香水 我想问你 我见他很小心滴几滴 擠一下 这边那边 几滴而已 你哪个金人 我整瓶倒下去 你猜那些水是什么 没有的 那耶稣你责给你 你要欠香膏 那你倒两滴茶 那也很香的 你真拿到香膏的好东西 正货 那两滴都够 那你不用整瓶倒下去 那还有你倒就倒下去 那连个瓶也打散了 那个瓶也不少钱 那是肉瓶来的 肉也要做个瓶 对不对 就是耶稣你应该责给他 他觉得我有好意提醒 而且这些钱做什么 可以周济穷人 伟大的事工 是不是 合情合理 怎么知道他说完之后怎么样 耶稣 没有欣赏犹大的智慧 没有欣赏犹大的计算 反而说 你何必难为一个女人 你没有发现 是不是就是这个时候 然后跟着第十节 十二个门徒 就是一个家庭犹大 就起意 现在要把耶稣交给他 跟那些犹太人说 他有寻找机会 要出卖耶稣 甚至后来我们知道 有一个最亲密的记号 出卖耶稣 就是他疼耶稣一口 让周围拘捕他的丁丁 知道那个是耶稣 不会捉错人 因为捉他的时候正在夜里 在吓死马里人祈祷完之后 是否因为内心觉得 我提的意见 我说的东西 我的想法 得不到耶稣的认同 圣经里一个表达就是说 他有时候就让魔鬼进了他的心 他容让这些犯罪 邪恶的意念 在他里面 继续地滋生 他活在的不是马里亚的眼光 马里亚光就是 耶稣是中心 耶稣是值得我将一切给他 那支香菇不是我自己查 我自己查可能点一点 甚至我自己不舍得用 我封存在玉瓶里 但为了耶稣 耶稣是值得我一切丢上去 所以我肯定给耶稣 但犹大不是 犹大有一个冠冕堂亡的理由 拒绝将一切给耶稣 约翁就说 因为他是个管理钱财 但他尚是个贼 尚在钱堂里面 偷取里面的钱 所以都是他说 你开始三十两银子 来周知很多穷人的时候 可能中间是落格 不知道落几多 他不是以主为他生命的中心 他仍然会在自我中心 就是因为自我的利益 自我的想法不得到尊重 自我好像不被接纳的时候 他会起意出埋耶稣 甚至起了这个恶念邪念 他不再悔改 在耶稣最后提醒的时候都不悔改 我会在他心里面 你用这个空位 搞要这个人的思想 这个会不会是今天 我们都会面对一个情况 就是在很多 我们生活 我们侍奉 我们觉得我做基督徒的人生里面 有些事情得不到耶稣的接纳 或者好像耶稣不是答应 好像我所说的 所以我把耶稣放在那里 我们不是再让耶稣出埋钉一十字架 但是在我们心目当中 耶稣好像钉一十字架一样 他再死了 他管不了我 表面上我是基督徒 但是实在心里面 我自己做主 他是怎么面对 有时我们里面 就是一些负面的思想 负面的情绪 突然展会 诗篇是一个好的出路 刚刚灵修读完诗篇一次 诗篇就是一个很美丽的出路 就是诗人 大卫很多的作者 他们来到耶稣面前 将他里面的负面的情绪 完全堵在神面前 对神的怀疑 神你为什么不听我祈祷 为什么我说的声音你听不到 对他敌人的受恨 那些我们朋友都出卖了我 他们嫌弃我身体的疾病 他们嫌弃我口里面的气味 主要为什么会在这个困局里面 如果你是山洞完全没有路走 他将这些负面的情绪 堵在神的面前 但是美丽的地方 当他将这些负面的情绪 堵在神的面前的时候 敬拜神 爱神 仰慕神 瞻仰神的正面的思想 进入他的内心里 诗人 在流着眼泪 将负面的情绪 堵在神面前之后 他可以站起来 是一个认真 跟从神面 祈祷不是帮我们解决难住 祈祷是帮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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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重要 我自己的恶念继续的滋生 反而是让荣耀神 爱神 跟随神 赞美神的心 带领我走前 当你看到一个人 很可恶 得罪你 你可以在祈祷里面 神啊这个人 我真的得罪我很多 神啊如果可以 你帮我惩罚他 你祈祷可以说 神称不称快是神的事 不关你事 是不是 但当你祈祷完之后 你开始站起身 原来圣经说 我要爱我的仇敌 原来圣经告诉我们 神都遥恕了他 为什么我不可以 遥恕他 为什么我的标准比较更高 你开始用正面的情绪 正面的圣经的教训 正面跟从神 看着主的心 取代恶意的情绪 就不会落到 犹大累死这种的情况 然后他们在这时候 22节 耶稣拿起饼 来捉祭料 抹开 第几本道 这些奶吃白 这是我们的身体 那一杯来捉祭 这是第一个门徒 看不到渴了耶稣说 这是我们的血 四位纳约的血 为多人流出来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不再喝这苦涂汁 直到我在神的国里面 学生的那一日 他们唱完诗 这个一般来说 就是诗篇 113篇到118篇 你就往监南三来 耶稣在这里 是他最后一次的 预织的现值 是他将预织的现值 这个预织的现值 就是纪念到当日 神如何带领 以色人出埃及 在最后 要逃避地拾灾的时候 神说你们 每天要灑一个阳膏 用血塗在门上 当你们 在这个过程 灭灭的天使来的时候 就越过你们 不灑这个 在血塗在门上的人 所以叫做预预子 接着你们 就要吃这个预子的阳膏 很快就要离开埃及 因为吃了这些阳膏 就给你有力 走出这个离开埃及 经过抗野入神 应许你的 那个旅程所需要的体力 耶稣就用这个语节 给你看 这个语节 其实不单止纪念 过去的出埃及的历史 在耶稣的时代就是说 跟着前面这几人 跟着这两人 要发生的事 因我 就是那个预预子的阳膏 那么多前书就说 预预子的阳膏 被杀 献祭 就是指着耶稣基督 要将他的生命来牺牲 所以他说 这个是我的身体 这个是我的血 我们知道我们不会接纳 一般其他有些说法 就是说这个 在祈祷之后 这个饼变了耶稣的肉 这个葡萄汁 祈祷又变了耶稣的血 我们不接受这种变质说 又不接受那种 就是说 祈祷之后这个饼里面 包含了耶稣的肉 包含了耶稣的血 这个合质说 我们都不接受 基督教我们一般教会接受的 就是这个代表的说法 一个记号的说法 杨人复养里面 有七次耶稣说我事 我是羊的门 我是恐怖人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我是天上梁的粮食 这七次全部都是表征的说法 不是说是就等于是 变成神物那一仗 不是 也从来没有变过成为一只门 对不对 所以我们用接受这个记号的说法 就告诉你 耶稣是为我们希腊十字架 这个饼 这个无教的饼 就表示耶稣无罪的生命 这个我们是葡萄汁 我们赞成葡萄汁 因为这个是无教节 无教节就是未经过发酵的 所以不是用真正的酒 而是葡萄汁 不过犹太人的说法就是 葡提子在树上 已经成为酒了 这个是救了圣经的说法 所以有时候用自己的葡萄酒 但是其实我相信 我个人很深相信 在这个时候用的是 未经过发酵的所谓的葡萄汁 因为这个时候过得是无教节 这个就是说 耶稣是代表我立的新的药 旧的药在我身上 没有废除到 不旧的药所指的 那个律法的要求 那个属序的要求 我代理想十字架 我成为这个如智属序的公仰的时候 我已经完成了 现在和你留下一个新的药 旧的药没有废除 我完成了 现在用我的血 我去留下新的药 旧的药是当日去看西纳山上 用高阳献祭的血所留 但新的药在过他山上 用耶稣所留的血为我们所留 你们为的是要纪念 你要接受我这个生命 在我这个新的药里面 你真心来到相信 这个圣灿 没有来说 上一章就说 一分明是纪念耶稣基督 在今天来说 二千年前 二千多年 怎么是犧牲十字架 但那里还说 表明主的死 表明主的死 就是我今天生活里面 我要将耶稣这个 爱耶稣愿意为人死 为人复活的生命 使命 活在这个世代 所以我们教会说 我们要爱得深 因为耶稣这么深 完全摆上爱我们 我开始就说 这个是一个重复 因为前十四章 有两个的颜值 一个颜值 这样完成这个新药 所以我们今天生活 我们要表明主的死 不仅仅坐着纪念 今天生活里面 主要我愿意 活出你的死 然后盼望主再回来 耶稣说 我不再吃了 我有一个新的日子 可以和你新的地方 享受新的现实 耶稣 我们期待这一天 瓜德 你和我们的生命 都会在一个纪念主 听主的说话 察验我们自己的心 盼望主荣耀的灾力 那你就过了我们 每一天的生活 我们一起祈祷 来 拜得求主带领我们 好像当日的梦图一样 跟着你 走在耶路撒冷街上 走到这个楼房里 在这里听见主的说话 在这里看到主亲手 抹开这个饼 亲手递这个葡萄汁 吩咐说你们这样做 为的纪念 我们知道主前面 在这个晚餐之后 你走的路 就是一步步一步步 被出卖 被拘捕 被鞭打 甚至死在十字架 这条十字架的道路 但是在这个之后 你从死里复活 你高呼 说成了完全有救赎 带着荣耀的身体 从死里复活 为我们开了一条 又生又活的路 让我们今天知道 可以学习你 亦为你而活 所以主要吸引我们的心 让我们持守 在今天这个世代里面 这样来到荣耀你 跟随 奉耶稣的名副歌 好